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些人都會受到很大的傷害 目前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的 科學委員會 在17號已經做出一個結論 目前的保育措施是不足的 我們必須要更積極採用更多的 保育措施才能夠挽救 資源枯竭的問題 因為這是一個國際產域的一些 相關引擎的討論 會經濟跟其他相關國家 做進一步的討論 做一些合作 這是我們過去一貫的立場 政策而定呼籲 漁業署應該要支持 不只是國際保育團體 以及所有關心這個區域的 這些會員所提出的保育方案 包括設立海洋保育區 減少50%的撈股量 以及禁止使用人工集氣 這樣的保育方案 才能夠讓資源永續發展 漁業署又說 它並沒有阻撓保育方案的討論 但是參加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 年會的代表 只有漁業署業者 漁業署所屬的協會 以及參加涉外事務的外交部 沒有第三方進行客觀監督的 這樣子的位置 重要的國際決策 在會前會 也沒有邀請任何的保育團體 或者是關心保育 資源保育的學者參與 這樣子的決策夠透明嗎 如果這個漁場對台灣這麼重要 為什麼是業者的意見 在把持所有的決策呢 我們一向是都非常透明的 其實說哪些成員參加的部分 過去都一次有開放給我們 所有的產業界 所有的學界 所有的相關的人士 都有可以為 但是事實上我們在今年看到的 這代表都是漁業署業者 漁業署所屬的協會 的外交部 並沒有所謂民宿的保育團體 也沒有民宿的學者 參與在其中 我們再嚴正地 再次呼籲漁業署 保育區能夠有效地復育 以及約束非法 不要只是保守的 不要只是被動的去 批判這些保育方案性 積極地提出更有效的保育策略 所以這個比希望 因為所有人想要做到 開箱其實第一個 認識自育而自肩的問題 第二個 資訊決策應該要透明化 到底花在遠洋約上面是多少錢 這個決策是如何形成的 還有是說什麼人不會 這些都應該要透明化 我相信我們漁業署的做法 一定都是積極的 包括對於太平洋的黑尾的保育 包括對於鯊魚的保育 我想說我們過去漁業署的一些 一些積極的做事 都有在不斷地透過媒體 跟外界做一些溝通 我想說這部分我們會持續 也會在更一定的 我們這邊做一些教練 我想在這部分 資源溝結的問題非常重要 所以你一定要找出一個進行 對於特略 生物鏈的迫害 海洋的迫害 需要相當久的時間 才能夠回復 過於約束 不能夠一開始採取預警的措施 先想好資源 應該怎樣有效積極地來管理 那台灣的後果就是成為 全球海洋 全球鮪魚 資源溝結的首號幫手 這一隻鮪魚是為了要重點約束 希望能夠提醒約束 正式資源溝結的問題 每天看著它 不要再讓台灣成為 全球鮪魚資源溝結的幫手 好 謝謝